大家好 OIT 这次来到了LeCode的第29题 两数相除 那么这个除法是比较特殊的 不能用除法做除法 那么有这两个被除数和除数 加两项要求不能使用乘法 除法和取余认算 乘除取余都不能用 整数除法应该是零结算 也就是取它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舍弃 负数的情况下 可以把它当成正数 最后呢 填上这个符号 反复得到3 那么3的话它有一个范围 3在负的2的31次方 到2的31次方减1 那么注意这里的负的值 要比正的值的 要绝对值了 要大1 要大1 好 这里一个特殊情况 看一下 还有就是divide不能等于0 好 我可以写代码了 首先我们就说divide不能等于0 我们先把这个条件给排除掉吧 divide if divide等于0 will return force 直接就返回了 返回alpha 它返回要整数的 返回一个整数 返回0 表现不对的 好了 那么其他情况下呢 我可以做了 my divisor 我这个变量吧 我就说为什么呢 我要把它找它的绝对值来做 这样把正号负号 全部变成正号来做 my divisor abs divide 同样道理呢 把那个dividend mydividend dividend 也是把变成绝对值的 这样就不要考虑符号的问题了 符号就单独考虑一下就行了 dividend 简化成续 如果 dividend 大于0 and divise 小于0 一挣一复 一挣一复除下来 结果呢 一定能复的 这时候是个符号sine 符号等于-1 还有这种情况 如果l1复吧 l1 dividend dividend 小于0 and divise 把这两个情况排除掉 大于0 那这sine的符号呢 都是为负数 把负数得到 其他的话 我都只需要用这个绝对值得来做就可以了 否则 else 用符号呢 就能为正的 这最后结论 返回结果的时候要用的 前面还不用 那么呢 我在 那么这 如果光用减法和加法会非常非常慢 时间会超时的可能会 那么我用这个倍乘法 加倍 每次加倍 那么用加用减 每次让它加倍 那么首先呢 我就建一个表 建一个list 一个table 这个表里面就放我要 去减这些数字 你不能光去 如果一个 这数dividend 倍除数如果特别大 两亿朵 除数呢 是1或者2的话 那这个如果捡起来 捡的要命了 所以说我要加倍 那么这里设置一个加倍表 好 这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放my divise 刚开始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值放进去 然后每次呢加倍 power2吧 我的power2的初始值为1 就是2的阶层 2的阶层 2不是2的阶层 2的多少次方 2的指数 the power2 第一个呢是等于1 初始的为1 那么1对应的就是 除数 正的除数的一份 剩下呢 我这个表格把它建起来了 while my deviser 那么当这个 我不停地累加 就自己加自己 等同义乘2 一个小于my dividend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子 如果正常情况下写 代码不是这样写的 正常情况下写代码是两个加起来 那么加倍 加倍以后是不是超过 那也就是这个的 加上什么 my diviser 加过以后 判断是不是还是小于它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继续 但是这里有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你 它因为有范围的 负的二十三十一之方 到正的二十三十一之方 所以说你这两个如果加了以后 这个dividend的话 如果是它的极限是二十三十一之方 减一的话 你设意加有可能是超过它 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个技巧 把它转化一下子 那么这个不等式 也就是把这项 融到等式的右边就可以了 融到不等式的右边 减去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两边 由于这里右边是减掉了 左边右边都不会超过它的极限值 二十三十一之方 那这样的话就好判断了 减去mydiviser 那么mydiviser 就是说它就加倍了 每次加倍 加上自己 加自己加上mydiviser 加倍 这个加倍 那同时呢 我们算有多少个mydiviser 统计呢 那也是加倍 power power2 就2的多少次方 也是加上去 power2 就每次加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建立这个table里面就加一项了 那这到时候我逐渐递减下来的话 就会快点先用大数2的多少次方 先减 这个原理到后面大家可以看清楚点 append 好那么加一个二元素组 二元变量两个 那是配对的 这样的话我好找 跟前面有一道题 类似的 可以到罗马数字 整数转成罗马数字 咱罗马 这个加上以后也是建立一个表 然后生成 好 这时候这个表生成以后 以后 那么我可以找到cos 了 找到shun cos 了 shun的话刚开始呢 累加 其实累加就行了 累值刚开始为0 初始化为0 那么找到一个加一次 for i in range 那么倒过来排 因为我这个表是从小到大的 那么从最大的开始 range lens table table的长度 table的长度 减去1 再到最后一个 0的前后面一个就是-1对吧 每次减1 这倒序排的 把这表里倒序排的 找出来这数字 那么如果每次的话 如果这个my dividend 如果还是大于 这表格里的 前面一个变量 就是那个 diviser乘以20多少次方 20多少次方 这个table 你的第1个元素 i 第1个元素的第1个元素 也就table里的这东西 好 这时候呢 我就 猫号没加 这时候呢 我的mydividend 就可以减去这个table的值了 mydividend 减去 这个table里的这个值 我又比他大于等于 我大于等于情况都可以减的 可减 就是可减的情况下 就减掉它 减掉它以后 但别忘了 那么cos 要累加了 计数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可以减掉了 二多二十方个 这个除数 cos cos 要加上什么 也就这个table里面的第二个变量 就是pow2 pow2是多少的 好 加等于 table里的第二个变量 pi 1 1 1 好 这时候 那么最后呢 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符号 如果这个符号 大于零 那么我返回 正数 这是正数了 那 return 就是cos 如果 否则的话 小于零 那个复数 那么填个符号就可以了 那么 return 的时候呢 就是负的cos 负的cos 那么这是就是这道题的 基本输入 还有一个边界情况 没关系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先提交 提交答案 我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 拼写出 my devise my devise OK my devise 继续 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 是越界了 那么它这里呢 题目原来讲的就是说 如果是负的二十三十一四方 可以再减一 那么这个我把它翻成正数以后 是出的对的 但是是越界了 正常应该是轮到二 但是在前面讲 如果是超越界的话 就以越界为值 那这里我就加一句话就可以了 就这个测出情况 测出情况就是表它越界了 好 可以趁这个回测 好 我填上直接填上去吧 就是说它这个值得负的 这个值也是负的情况 一除 那么这个正数应该 我们最大范围就二十三 第一次方 减一 但这里呢 达不到 就达到这个值 好 这觉得测出情况没关系 我们就提交了 测出情况测出处理 好 可以看到呢 这程序呢 还比比较完美的 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加倍法嘛 可以的 好 大家有疑问在下方提出